你是用力 après吸引 用力ệt的餘餘 更ickersへ 理解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一 佩奧特help Kempe 編織法完成織帶的一個 墜事 那佩奧特的這個劑法 非常的普遍 那我們可以拿來做 an 一件手上是一個 的借為或者是像這樣子用做成墜子的墜牙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是要以配奧特編織法來做 完成一個墜子的墜牙的方式 那我們首先取珠寶編織線 100公分 一樣我們今天用的是DV珠 DV古董珠 那我們現在先加一顆作為擋珠使用 那因為這個配奧特的織帶 最後我們沒有要再做什麼樣的修飾 只是縫合 所以我們這個加了擋珠之後 尾端只要留15公分左右 那以長的這一端來做編織的動作 我們首先先加4顆的DV珠 4顆 4顆之後 推到擋珠的位置 再加一顆 反方向 最後一顆 這裡總共有4顆 這顆是擋珠 這邊有4顆 那我們加一顆之後 反方向回穿倒數 等於是右邊的第二顆 等於是倒數第二顆 那就變成一個品質 那這裡要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 這樣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品質 因為所有珠子的洞口 都是像這樣子 呈上下 好 那再加一顆 隔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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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一顆 那這樣我們已經完成了三段 佩奧特怎麼去算段數 在這裡 1 2 3 這裡如果你算右側 最旁邊的話就是 1 3 5 7 9 因為這個中間還有一段 所以是1 2 3 也就是旁邊算的話就是 1 3 5 7 9 這樣的方式 好 那接下來的每一段 我們讓擋珠是在左手邊 從頭到尾都在左手邊 那現在我們要加一顆 新的珠子 再由左往右前進一顆 現在是不是這裡是 肚子比較小 這裡的話 配奧特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這裡會有凹凸 第一個現在目前這裡凹 然後第二顆珠子是凸 第三顆珠子是凹 第四顆珠子是凸 那我們現在由左側邊到右側的時候 就是加了新珠 都是補在這個凹槽的地方 所以加一顆 前進一顆 這個凸起來的這一顆 那再加一顆 再前進下一個凸起來的那一顆 所以每一段會只有加兩顆 那要加幾段 像這樣子 就是這邊 這邊 在右側的第一顆來看的時候 這樣子還不是很明顯 多編一段再來看 那每一次都是加一前一 那你可以拿你順手的編織的方式來做編織 那如果你習慣是這個方向 你也可以把這個織帶稍微的轉換一下 讓它一直都是這個方向來做編織 也OK 好 如果這樣子比較順手的話 你就每次完一段都稍微給它轉一個像 那每一次都是加一顆 前進一顆 那結束的時候要注意一個重點 這樣子比較多段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織帶 是這樣子上下縫合起來 所以你在結束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 這邊的話 在第一段的右側來講 右側第一顆是凸 右側順過來 第二顆是凹 在右側的第一顆是凸 那在結束的這一段一定 右側的第一顆要凹 這樣才可以密合起來 那我們就持續的以每一段 加一顆柱子前進一顆的方式 每一段加兩顆 然後加兩顆之後就回轉 再做下一段 那織幾段 就看你的這個墜子要多長 你穿過這個黑鑰匙的這個現成的這個柱子 這個之後 墜子之後 你再去判斷你的墜耳要多長 然後我們已經編完了一段 假設這是我們要的長度 那這個長度 隨你自己的喜好 因為墜子 墜耳可長可短 那最主要就是要有一個判斷點 這一段到底可不可以做結合 好 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丸邊側 我們把它往上翻 這個是起邊 擋住在左手邊 好 那我們現在這樣來看 我把它攤開來看比較清楚 右邊的這一塊是丸邊的 這邊是起邊的 好 那在我們的丸邊的這個 線在這裡 那你看第一個珠子它是凹 然後第二個才是凸起來 它的位置第一個是凹 第二個是凸 從右側看過去的話 就這邊是凹凸凹凸凸 好 那在起邊來講的話 它就一定要凸凹凸凹 就第一個是凸 那這邊第一個是凹 這樣子才可以做結合的動作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這樣子來做縫合 我們要這樣子把它密合起來 才才能卡住 才能夠上下的縫合 好 那長度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長度夠了沒有 好 我們把它這個 起邊端 穿過去直反 穿過去那個 墜子 這是一個現成的墜子 黑鑰匙的墜子 那我們要做縫合的時候 就是 像這樣子 這個線 是在我們的 右側 那擋珠是在左側 這是第二個判斷的方式 那結合的時候 把右側的這個環邊的線去回穿 起邊的右側第一顆珠 再前進環邊端的第二顆珠 突起來的那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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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前進 起邊端的 第二顆突起來的 等於是第三顆 再回穿 往邊側 往邊的這個 最左邊的這一顆 突起來的珠子 好 那現在線就已經到這個肢帶的外側 可是在最左側的這一組 它的缺口還是開著 所以我們要再由外側往內側 前進 起邊端的最左側那一顆珠子 然後再做上下樓梯收線的動作 那我們不要收線 我們只是稍微的把它固定一下 好 我會建議各位在這裡稍微做一個固定 因為萬一我將來要拆的話 會比較方便 就是順著珠子的方向 你要往 剛才往左手邊 那往右手邊前進 那現在再往左手邊 那你不可以直接 第一顆跳到第三顆 一定是這樣子 一二三四 就是等於是上下 上下樓梯的方式做 好像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我們完邊側的這個線 我們把它稍微的 把它做一個固定縫合的動作 好 那我們這個做了縫合之後呢 我們先來把這個織帶加上一朵珍珠的花 那這個起邊的這個擋珠 那這個起邊的這個擋珠 這一條線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收線的動作 那我現在就是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就是在第二顆的位置上 直接加六顆珍珠 六顆的米粒珠 然後回穿第一顆珍珠 好 好 盡量讓這個線 不要外露太多 像這樣子這個有距離 不要 我們要讓它貼著 貼著這個織帶 可以多回穿一圈這個所有的珍珠 讓它比較密合 不會這樣子鬆鬆的 好 所有的珍珠再回穿一次 回到那個第一顆 這樣子它比較不會鬆掉 等於是再補牆一次 那我們現在要來這六顆的珍珠中間 加上一顆珍珠 我們先加一顆珍珠 再對穿 這是目前線是在第一顆珍珠的右手邊 那我們要前進這個第四顆珠子 看怎麼算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都是第四顆 但是會有方向的問題 那 記得中間是隔兩顆的珍珠 前進第四顆 等於是在第一顆的珍珠 然後隔兩顆珍珠之後 前進第四顆 再回穿剛才加的那一顆珍珠 就會在這個珍珠的花的中間 加上一顆珠子 好 那這裡 我們要再回穿 這一顆 開始編的這一顆 那這一顆珍珠的話 那我就要 剛才是從珍珠的另外一側 那我們就從 線剛才是從珍珠來的那個方向開始編 所以我們就還是一樣 由另外一側進去 讓它是交叉對穿的狀態 好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條線 其實這樣不行 要把它拉緊 那這個動作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先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 這個珍珠 我們把它稍微貼 沒有關係 我們先前進這個 枝片的一顆珠子 再來回穿這一顆珍珠 重複兩次 回穿珍珠一次 再來回穿這個 織帶 織帶上面的一顆珠子 或者是 中間兩顆都可以 再前進 珍珠 這是第二次 再一次 這一次我們要一樣回穿珍珠 回穿珍珠 然後 那我們已經在這個珍珠的地方回穿了兩次了 southwest 現在 是 人 是 不是 那個 是 有 的 感谢观看